大人 郑哲这个人 你了解吗 惊下问道 他知道陆毅在暗中调查孟寒川 那么想必也查过孟夫人的娘家 我不是了解 郑家的事查得不多 陆毅说道 因为是暗查孟寒川 他能动用的人不多 查起来也不容易 所以进展缓慢 而对郑家调查起来 也不是主要的调查内容 所以最重点没有放在这上面 这样啊 那正好 只有这个案子的事情 我可以帮忙调查郑家的事情 郑家是孟寒川月家 想必暗中给予孟寒川支持 同时孟寒川定也没少 暗中扶持郑家 官商勾结 私乡说说的事情少不了 经家一直都想帮陆毅做些什么 如今正好有这个机会 去查一下郑哲 便可以以此为契机 去查一下郑家与孟寒川 是否有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调查郑家的事情你不用操心 陆毅拒绝道 他被脾狼的惊吓 参与到调查中来 虽然暂时不知 郑家和孟寒川 是否勾结干过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可是万一真的有什么事情 郑家调查恐怕会引火上身了 行 那我只调查郑哲 是否是凶手 可以了吗 郑家心知 陆毅所想 便也不想让他平添烦忧 郑哲的事 陆毅顿了顿 看了一眼干净失足 眼底方光的惊吓 终于没有忍心要求他 什么都不要管 你一切小心 还是那句话 不许做任何有风险的事 若是有意外发生 第一时间的通知我 陆毅叮嘱的 知道了 惊吓怪草点头 摸了摸云露起的肚子 嘲然的叹了一口气 王儿啊 因为你 北娘真的割舍了好多 几个月没能上街抓贼 我浑身都不自在 抓贼有这么意思吗 满大街跑来跑去 不累 陆毅一脸好笑的看向惊吓 有意思啊 抓贼让我很有成就感 可恶的小贼 作作多端 打几下也很解气嘛 惊吓一脸自豪 对于自己差事 他向来很自豪 虽然六扇门月份少 可是他看得开心就好 感情 你抓贼 是为了打人解气 陆毅摇头笑了笑 伸手去摸了摸 惊吓肚子 你的脾气别那么暴躁 很容易传给肚子底的孩子 没准 伸个点火聚了的小胖 撞出来 嗯 说得对 惊吓点头便是同意 看来 我得抄几瓶清心咒 小火静心了 一日 惊吓便跟杨月商量了一下 调查郑哲的事情 从新阵当小火的话中听出来 死者陈阳氏 与郑哲关系并不错 从表面上看 是说得上话的关系 那么陈阳氏是否与郑哲 有不正当关系呢 静夏虽然心急于郑哲调查 不过如今 不过他如今大着肚子 为了不让奴役担心 只能将一些事物 交给手底下两个捕块去办 一天后 静夏受到手下捕块 对于郑哲的调查结果 郑哲今年三十岁 是京城富商 郑家少爷 妻子娘家 也在京城中经营 绸缎生意的富商 他现在手里订铺 租赁生意 虽是郑老爷子交给他的 不过原本 规模并不大 但是郑哲的岳家 帮衬他 收购了京城一只好地 对了一整排商铺 自此 他的生意 才尽情做大了起来 而仍记下意外的是 新智堂那一片的商铺 原本有一半的房契 是属于郑哲的姐姐 也就是 孟寒春夫人所有 不过孟夫人 身为官家夫人 商铺租赁的一些生意 全交给郑哲打理 他只要 坐着收钱就行 县制堂那条街商铺 近两年来 每半年 就要涨一次租 每个月 还要收储 租商铺 做生意的租户 管理费 郑哲这生意 做得着实黑心 半年之前 商铺又涨了一次租金 其中有一个 开高店铺的 店家信有怨言 并需官府告状 举报郑哲 乱收管理费 因为在租赁契约里面 并没有标明 每月要缴纳管理费 可是最后 高店铺的店家 还是撤了撞 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亲下怀疑 这其中定是有 官商勾结之事 只是不知道 这事 孟寒春是否有 替小舅子 出头 打点官府的官员 亲下心里 虽然很想 查清楚是此事 可是想起路易的叮嘱 还是没有继续 真的此事 查下去 他现在应该重点 去查郑哲 和陈阳市的关系 他让手下捕快 搬错百姓 在新茶堂对面 茶楼里面坐坐 茶楼里面 向来 是打担消息的好地方 茶楼对面 新茶堂老板惨死 必然会成为 附近百姓 茶余饭后的谈资 一天后 静下收到一个 很有用的线索 手下捕快小舟 在茶楼里面 听到两个 去茶楼 消遣下棋的 男人的闲聊对话 从一个男人 口中得知 他曾经 在城南一处酒楼里 看到陈阳市 和郑老板吃饭 郑老板 借郑哲 那个男人说 两个人 说说笑笑的 那郑哲 还给陈阳市 加菜 一看 就有不正当关系 还说陈阳市 之所以死得那么惨 被奸杀 就是因为他不检点 那人还说 如果被郑夫人 知道郑老板 在外头 捏花惹草 一定会闹得 天翻地覆 而且郑老板 越加的资金支持 恐怕也会被收回 所以 郑哲 确实很有可能 跟陈阳市私通 那么郑哲 并是最有可能 杀害陈阳市的凶手 不过还不能 但我下定了 亲家认为目前来看 郑哲虽然可疑 但是需要 再好好调查 跟踪一下郑哲 最近动向 杨月今日又跑了一趟 新池塘附近店铺 打听到一些消息 郑哲最近两天 都没有来商铺逛的 说来也奇怪 昨日是每月 收取管理费的日子 以往郑哲 会带手下仆人亲自来取 可是昨日 却依反常态 没有亲自到场 只是派人 收取管理费 杨月又却在政府附近 转悠了一圈 跟政府附近 摆摊卖手术的 一个小商贩 闲聊了几句 谈得消息 郑哲从昨天起 就没有出过政府大门 综合这几个的所有信息 今下越发地怀疑 郑哲就是凶手 可我们 没有实质的证据 去证明 郑哲是凶手啊 杨月发愁的 可是还能够基本确定 郑哲和陈阳市 有不正当的关系 今下摸着下巴思考着 这倒是 丹聪正哲 带着陈阳市 跑到城南酒楼吃饭 这点就很明显了 他们都在城北 这边饭馆酒楼这么多 特意穿过整个京城 去最南头吃饭 这不就是怕在这附近吃饭 会被人看到吗 杨月点头复合的 大阳 你去办个事吧 今下突然想到一个法子 什么事 你就对外大肆散播 一个八卦小刀消息 就说六扇门经过一系列调查 终于找到案发当日 一个可能目击到杀人殉属的证人 此人是夜里寻击打惊的 案发当日夜里 正好经过陈寨附近的街道 去一趟茅房 出来是看到有人 从陈寨跑了出来 他当时没有多想 一日回了一趟 城郊村里的老家 直到昨日回来 才知道陈寨死了人 他回想起 那晚看到的那个人 怀疑可能是凶手 于是并报了官 现在六扇门 正准备让人打惊的 给指认凶手 因为怀疑是熟人作案 所以会安排目击证人 对所有 与死者平日里面 有关的往来接触的男性 进行集中指认 包括死者亲友 邻居 以及仙尺堂附近 所有伤害的男性 不论老少 我明日也会安排小周 去一趟政府 通知郑哲 和他一起去收租下人 也要参与指认 指认的地点 就在先这趟门口 时间定在后日五十 惊吓一口气说完 等等 你真的要搞什么指认啊 哪俩的目去证人 严运问的 没有嘛 也不影响什么 惊吓到了一辈认口 我的目的 就是想让郑哲心慌 这样的话 他容易暴露出马脚 所以你认为 郑哲会有什么行动 杨月想了想 似乎明白了 惊吓目的 引蛇出洞 放假消息 引真凶献生 如果郑哲 真的是杀人凶手 当他知道 目击证人 住在哪之后 你觉得 他会不会选择 杀人的灭口 惊吓反问的 若他 真的是凶手 反正他又已经杀了两个人了 穷途末路 也许真的会孤注一掷 放手一搏 杨月说道 那我们就可以 来一个请君入望了 静下挑眉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